Joseph离开了之后 大儿子都会问 爸爸何时回来 很难过这样跟他说 我说爸爸不会再回来 我觉得我的家好像整个散了 先生就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 胃经常有很多胃气 胃痛 照的时候才发现到 有一个肿瘤在胃里 发现的时候也比较迟 已经是第三、第四期 当医生跟我说 不能再医治的时候 我那刻是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 我不可以失去我的丈夫 两个儿子不可以失去爸爸 我跟神说我的痛苦 没有人能够帮我 神就跟我说 我赐给你的平安 会多到你可以分出去 你现在这一刻看不到前面的路 但是你相信我会跟你一起哭 那天是星期日 弟兄姊妹围着她的床 唱诗歌的时候 我就知道神在那一刻 随时都会接走她 我还在Joseph的耳边说 我说神随时就会接走你 他还点下一个头 心跳有点急速 之后护士跟他打了一些针 慢慢慢慢离开了世界 我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 我去讲见证 见证神在Joseph的病灵当中 怎样去给我们有恩典 神很祝福他 就是当他回了教会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人都很奇怪 为什么可以这么平安去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两个儿子这么小 一个未到三岁 一个未到一岁 别人看我们好像很凄凉 但是我又很清楚 这份平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其实丈夫离开世界 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觉得很痛很痛 痛到快要死 想不到死了之后 我的生命仍然可以展开新的一业 我觉得其实艰难的日子 可以对我们是一份祝福 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 我觉得我家里其他成员 爸爸妈妈姐姐哥哥 他们都很乐观很坚强 我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了这份特质 但是就在这七年里 我觉得神慢慢将我这份特质 带回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